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紙大跌百分之3.6 创2022年以来最差单日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下跌百分之2.3 导致跌百分之1.2 周四开盘前 股票期货少幅走低 基准国际收益率下跌 收于百分之4.25 此外 美国第二季度GDP所值将于今天公布 经济学家预测 经通胀调整之后 经济增长将加速至百分之2.1 受美国库存大幅下降的影响 国际油价星期三收告 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趋势 不过由于对全球需求疲怨的担忧 国际油价在六个星期以来 低点附近浮动 星期三黄金价格上涨 现货黄金上涨半至0.1 报每盏施 2411.5美元 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半至0.3 报每盏施2415.7美元 在六月降息一马后 加拿大星期三再宣布降息一马 利率下调至百分之4.5 央行行长蒂夫·马克林暗示 如果通胀继续缓解 未来会进一步降息 今天早上美股三大股指开盘有跌有涨 标普500指数涨半至0.7 道指跌半至0.5 纳指涨半至0.9 你看中国市场 财新报道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 今年上半年GDP是6.52兆人民币 以不变价格来计算年增半至3.9 落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 报道指出 除了受到房地产低迷拖累之外 消费增长比不上预期 也就是广东省GBT成长不及全中国平均的原因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3亿兆人民币 年增仅仅是1.2 A股三大指数星期四集体开低 上证指数一度跌至接近1% 最低下降到2872.85点 中长收2886.74点 跌幅0.52 深城指收8474.70点 跌0.22 创业板指收1644.45点 跌幅0.39 卢森两个市 今天成交额是5887亿 再度跌破4000亿 崩牛投资创办人温银银同财生说 近期主要指数走势比较弱 上证指数从5个月以来的新低 即使是红利类股近期疫势上涨 指数仍处于下跌趋势 市场整体表现为 洩钱的效应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编辑胡锡进 25日发布最新炒股心得时表示 老胡今天又跌了5666元 总亏损首次超过10万 炒股炒成这样真的有点惭愧 网友周氏回应 一年的时间 胡锡进从10万本金上升到70万 都没在股市赚到一分钱 反而将最初入市的10万本金赔青光 还有网友认为 老胡董互联网 通过炒股热度涨粉 自媒体赚流量赚收益 胡锡进又不缺钱 10万算什么呢 不牛投资创办人 文银银银同财生说 近期主要指数走势比较弱 上证指数从5个月以来的新低 即使是红利类股 近期疫势上涨 指数仍处于下跌趋势 市场整体表现为 洩钱的效应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编辑 胡锡进25日发布 最新炒股心得时表示 老胡今天又跌了5666元 总亏损首次超过10万 炒股炒成这样 真的有点惭愧 网友周氏回应 一年的时间 胡锡进从10万本金上升到70万 都没在股市赚到一分钱 反而将最初入市的10万本金赔青光 还有网友认为 老胡董互联网 通过炒股热度涨粉 自媒体赚流量赚收益 胡锡进又不缺钱 10万算什么呢 在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 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你的支持 同时也都欢迎你在屏幕的右边 或者手机的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 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也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留言 南韩晶片商SK海力士 星期四公布财报 单季营收成长了一倍 同时获利是2018年以来最高 这帮助SK海力士从年初到24日 收盘上涨了百分之47 英国的通讯监管机构 对TikTok罚款将近188万英镑 原因是这款流行的影片 分享了一个有关家长 控制安全功能的数据不准确 美国航空大幅下调了今年的盈利预期 原因是这家公司正在努力 应对全行业供应过程的问题 以夹战略失误导致企业客户和旅行社流失的后果 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了近1.7元 汽车製造商福达公布了 第二季度的收益令人失望 在星期三团联利润维持 和预期一样无变 它的股价在盘前下跌了1.13元 IBM的人工智能业务 推动这家公司第二季度业绩超过预期 股价在盘前上涨超过1.4元 吉普和到期的製造商Stellantix 上半年盈利大幅下降 因为越来越多汽车滞留在美国的经销店 使得这家公司口雷降价 其股价盘前下跌1.7元 法国汽车製造商雷诺表示 一项关键的盈利指标 在上半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其他汽车製造商 令人失望的收益掩盖了它的业绩 其股价在巴黎下跌超过1.8元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星期四表示 由于销售困难 这家公司将在中国削減 约29万辆汽油车的年产能 这是本田首次削減在中国的产能 并将分别在10月、11月 关闭果汽集团东风公司的合资工厂 星期三 农夫生存公司股票在创新低 盘中一度大跌6% 创下2020年9月以来的新低点 出于对这家公司销售前景的担忧 包括高盛集团 和杰富税香港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证券商 下调对它的股票评级并且大幅下调目标价 五大银行集体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 在中共央行将LPR调低之后 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签银行、交通银行 五大国有银行集体宣布 从7月25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 其中3个月、半年、1年 整存整取挂牌利率平均下调10个基点 2年、3年、5年整存整取挂牌利率平均下调20个基点 5年其存款利率正式进入一时代 这个消息当日被推上热手 网民嘲笑 反正我都没钱你们就出力下调利率啦 据大纪元报道 财经作家珠光大港堂分析指出 首要原因是银行急需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 今年以来 关于银行港申财员的消息没断过 他说 另一方面国内的内需没起息 作为消费大省的广东 今年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仅是增长半至1.2 而去年全年增长5.8% 这种下滑的势头有点得人惊 珠光大港堂认为 当局要打烧这种老百姓存钱不消费的风气 所以将存钱的利率降得这么低 但问题是民众还会增加消费吗 美警告 北京藉投资新创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安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 星期三发布公布 对科技新创公司和创投公司发出警告 外国威胁行为者 可能利用创投公司和私务股权等私人投资 从科技新创公司身上 获取敏感数据和技术 进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这个公告说 敌对外国团体可能利用陷入困境的 科技新创公司 对现金的需求 来获取他们的制裁权 凭且可能以投资前的进职调查 为到藉口 来获取他们的专有数据 这个公告还未直接点名北京 但明确指出 中国的创投已经锁定AI 等美国新兴科技的领域 这个是中共着重的优先领域 被点名的有IDG资本 这家中国投资公司的资金 遍布全球1600个企业 包括美国的企业 已经被美国国防部 列在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里面 公告指出 这类外国行为者会透过 设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中介企业 来引导投资 并且会上方设法 避开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 和美国政府合作的新创企业 也是被锁定的目标 反设物公司 Stryder Technologies 执行长表示 中国采用这种模式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科技新创公司处于早期阶段 就获取了新兴前言的技术 并进行复制 根据台湾财政部最新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 台湾对中国和香港出口 702亿美元 下降2.2% 对中港出口占比 降至31.2% 连降4.3个百分点 创建22年同期新低 而台湾对美国出口 则明显攀升 在供应链重组和AI的热潮里 带动支通和市厅产品 出口强劲抗争 今年上半年 对美国出口521亿美元 年增60.5% 出口占比23.2% 创24年同期新高 也是2007年以来 首度超过东协 成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至于对中国投资方面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核准对中国投资176件 年降1.12% 核准投资金额 15.4670万美元 年降19.03% 对比台湾对外投资 以及对新南向国家投资 暴增了一倍以上 台湾对中国投资 就呈现大退潮 所次将显出中国经济低迷的现实 周大福半年关闭180家 销售狂跌30.8% 六媒报道 7月20日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 3个月未审核的主要经营数据 数据显示 周大福今年4到6月 整体零售值同比下降20% 其中中国内地市场零售值下降18.6% 香港和澳门市场下降28.8% 数据显示 在载道之内 周大福珠宝内地门市和加盟店的同店 销售分别同比下降26.4% 同19.1% 以门市为主的港澳市场 周大福珠宝的同店销售 则同比大跌30.8% 目前金价已经涨到每克人民币750元 不过金大福的店在缩减 今年上半年 周大福在内地的珠宝店 已经减少了180家 而今年大面积关闭的店 并非是周大福一家 另一家中国珠宝业巨头 六福集团在7月19日发布公告 2025财年第一季度 它在内地市场的六福珠宝店 减少了108家 中国珠宝行业资深专家朱光宇认为 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低迷 消费者购买力持续下降 珠宝黄金企业可能会继续采取 缩减规模的策略来应对压力 日本重启斯里兰卡换建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 日本驻斯里兰卡特使星期三表示 日本将为斯里兰卡所有停滞的计划 恢复提供资金 这是自斯里兰卡和多个债权国 达成100亿美元债务重整协议以来 首次由债权国宣布这项消息 报道说 斯里兰卡今年初开始和日本 就重启暂停计划进行谈判 这是2022年初严重外汇危机 引发的外债违约之后 斯里兰卡为重振经济所做的努力之一 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维克纳马辛哈 星期三在全国电视演讲中宣布 和印度、法国、日本以及中国 等国达成債務重组协议 这项协议标志着斯里兰卡 在2022年债务违约 之后的经济复兴的关键一步 维克纳马辛哈也都表示 新的协议将为恢复高速公路、轻轨和机场 开发等外资计划铺平道路 并重启新的计划 日本、中国和印度等斯里兰卡的债权国 上个月签署了金额共100亿美元的 债务重组协议 这项协议使得斯里兰卡有喘息的空间 将还款推迟4年 便免去了50亿美元的欠款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 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 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再见 感谢观看